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秒飞食物,我是飞哥 最近很多粉丝都在问我,我们店里面都有些什么特色菜肴呢? 正今天海天卫业厨师产品交流会,我就和大家讲讲我们店里面的菜肴 今天厨师学会,很多同行和老板都来我们店里面来品尝我们这里的菜肴 我们这边做菜的流程一般都是冷菜先做 我们这边冷菜有凉拌牛仔,白切猪手等等 我们店里面所用的所有的调味料,全部用的都是海天的 我从族至今已经有二十来年了 之前在星级酒店的时候,一直用的都是李锦记品牌的 后面呢,因为成本太高,一直都是用海天的 海天的调味料呢,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很多店铺和饮食业都在用这个品牌的调味料 我锅里面这个呢,是猪手,先给它焯一下水 接着放姜片下去,给它一起结一下 把它煎至金黄就可以了 这样煎过的猪脚呢,做出来特别香,一点腥味都没有 煎至它金黄了之后呢,先给它捞起来 接下来呢,我们另外起锅烧油,下糖 如果大家不喜欢糖色这个味道呢,在家里面也可以不用做这个步骤 白糖炒自己泡就可以了,猪手回锅 放入一勺米酒,调味加鸡精,胡椒粉,蚝油,海天的黄豆酱 再加点腐乳就可以了 这道菜呢,是我们田东这边的酸甜猪脚 加水,莫过于猪手就可以了 再加一颗八角,四颗山楂,两片香叶 海天的天丁处,我们加一勺 水烧开了以后,转成小火,炖三十分钟即可 接着和大家再分享一道菜,叫做白酌虾 锅里加葱姜,米酒,把它烧开 下油大虾,水开,泡煮一分钟就可以了 煮的时间不如过长 出锅的时候淋点油,让它显得更加光亮一些 虾煮的时间不如过长,煮长了才不好吃的 这个是我们店里面的冰梅鸭 这道菜呢,是我们店里面的女大厨做的 非常的酸甜开胃,特别好吃 我们店里面的鸡做白切,一般全部都是土鸡 特别的清甜,非常好吃 我们店里面还有生鱼片,就是鱼生 今天我们是用清厨来做的 这个猪手炖了半个小时以后 收汁就是这个样子,特别的好看,非常漂亮 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接下来呢,由我们的阮师傅来为我们分享炒粉 它炒粉呢,在我们田中这边是非常专业的 听说是炒粉拿过奖的,非常的厉害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是怎么炒的吧 它先是把气炭稍微炒一下 然后呢,再过一下配菜,把配菜炒熟 接着再炒粉 调味加的是盐和我们这边的海天酱油 这些酱油一放下去,那个颜色瞬间就上来了 炒出来的粉呢,也是特别特别香 这一道菜呢,是我们这边的撈汁鱿鱼 这道菜非常好吃哦,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来我们店里面炒一下 还有这道菜叫做炒鱼扣 糖醋排骨 还有我们这边民主委这边的黄副主席 来给我们做的白酌牛三脆 老虎菜 凉拌牛肠 在锅里面这个是胶原鱼骨 是青竹鱼拿来做鱼生 剩下的鱼骨拿来炸,特别是香 好,这一大桌菜呢,咱们今天就做好了 我们店里面每一道菜呢,都是非常经典的 如果大家有时间呢,可以来我们店里面炒一下我们店里面的菜肴 由我亲自给大家煮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本期视频呢,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记得帮忙点赞收藏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